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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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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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装箱了 这一筐是有多少 半都是五六十斤吧 这个是装了多少 装了多少 五六千斤 你今天早上跟着去吹海了是吗 早上今天早上 五点钟 五点钟 八点钟 八点钟来 虽然这码头上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但是这满眼望去 基本看不到活鱼 都是一箱一箱的鱼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不加冰水 这样乱掉 冰冰掉掉 这个 这个鲜度就不好了 对脊梁会有影响 它多少时间就会变质了 如果天气热的话 一个小时就可以变 黄达玲说 他的金鲜鱼 在深海网乡捕捞上来之后 立刻冰冻 就是为了保持鱼的新鲜度 为此 他们还设计了专门的捕捞船 那个船 就是 六个汤 六个汤 给泡水 主要五个汤 就做鱼 然后有一个汤 是源源不断地给这五个汤 供这个冰水 别看黄达玲 如今可以在码头上运筹帷 侃侃而谈 其实多年以前的他 并不想做一个渔民 不想做渔民 想做安装 想做点小生意 黄达玲年轻的时候 在北京当兵 复原之后 归到了林高县这个小渔村 大城市的生活 让他开阔了眼界 本应靠古渔为生的他 却怎么也不想出海了 采访中 黄达玲带我们来到了村里的一家造船厂 他说当初他的第一桶金就跟着船有关 玻璃缸的 以前的船木 木头没有玻璃缸 以前船龙的 以前的想到 用木头来造船 黄达玲说 当时他看到当地渔民 为了出海捕鱼 都会自己造船 于是他决定去做木材生意 但是每每讲到 黄达玲做木材生意的时候 他的妻子都会不禁落泪 以前都没有奶河 把妈妈采议村那边 把这拿地瓜 拿地瓜来煮 这个小孩子 原来因为做木材生意 黄达玲离开了家到山上巨树 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他没有赚到一分钱 妻子独自带家带着 三个年幼的孩子 艰难动力 他就带回来 没钱 他就带回来很苦难 三亚人家里两头跑 都干不出一番岁月 不光是村里人 在背后讨笑黄达玲 甚至还有人 像黄达玲的妻子 和他结婚 跟他离婚了 他就叫 我结婚了 他就结婚了 朝上不过朝上 出午都不过出午 你结他结婚 睡起来 面对都没留该 你结他结婚了 干嘛 结那个人没有用了 没有什么希望 还是留 但是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黄达玲的妻子 选择了默默的守候这个家 而黄达玲也一定要在外面闯出一番名堂 我会觉得对他有一些欠救 小孩小的时候你不在家 他很真正 那时候不正 到了第三年 资深在外的黄达玲 终于靠木材生意赚到了36块钱 但是赚来的钱他却没有寄回家 而是都花了 就是用这36人来做 来教朋友提供信息 黄达玲说 做生意信息最重要 一天 当他用自己第一笔钱 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 他获得了这样一个信息 外地一批木材可以奢购 于是他当即买了火车票 去奢购木材 回来之后卖给村民 因为村里只有他一家卖木材 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他从36块钱 赚到了十几万 如果说黄达玲 用一个月的时间赚到了17万 他的赚钱速度够快 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快的 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就赚了上百万 现在是早晨的十点钟 这个地方是异常的繁忙 将近八万多斤的鱼 已经有一大半已经装车了 这个忙活了一早晨了 你看了没有 天非常冷 我穿着还是北京来的那一身衣服 羽绒服都上升了 但是他们穿得很单薄 但是干得热和朝天 如果天气好的话 每天码头上都是这么繁忙 因为现在正是收鱼的最好世界了 黄达玲一周赚百万 就是和卖鱼有关 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养殖金枪鱼 但是他已经开始在海南当地收鱼 卖到广州市场 那么不想做渔民 开始做木材生意的他 怎么开始卖鱼了呢 原来做木材生意赚到钱之后 黄达玲就一直在寻找新的赚钱项目 就在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做市场调查的时候 在广州他遇到了一位林高老乡 一天这个人带他来到了广州的水产批发市场 我们看到鱼的品种 跟鱼的大小 鲜度 就正好是我们当地林高的一转 捕捞的 林高的鱼在广州市场销路很好 于是黄达玲决定用他卖木材赚到的钱 到海南去收鱼 卖到广州的批发市场 为了获得第一手信息 他还专门安排员工 在批发市场收集市场信息向回传递 广州的市场要适应什么鱼 我们要适应那边拉鱼 叫我们收什么鱼 我们在这里收 收鱼以后就用上去 有一天黄达玲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 三亚的码头新到了一批鱼 而这批鱼正是广州市场上没有的 于是他赶紧收了一车鱼 连夜运到广州 早上水产市场一开门 他的一车鱼一抢而空 第一天卖完鱼 他当即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解的决定 黄达玲第一天卖完鱼之后 休息了一天 第三天才开始收鱼 而且收回来的鱼他还不卖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把这个鱼放在洞库里面 为什么要把鱼装进冷库 黄达玲究竟在等什么呢 原来广州市场的经销商 一看到黄达玲拉来的这种鱼销路这么好 就立马赶到三亚码头收鱼 但是黄达玲通过对广州市场传递回来的信息 和自己的判断得知这种鱼必定供过于求 果然鱼价从十元一下子跌到了六元 甚至还没有人要 就看这个在广州这个行情是什么样的 这种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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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这种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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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这等于是他直接来向你提建议 挺有意思的 我们刚才就是在这的时候 没想到就看到这个员工过来 我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东西 但是后来一问才知道 他原来这个员工在提建议 闲心的早上卖鱼 他这个状况太乱了 刚才你提的是什么建议 我不懂说话 没事你刚才讲的挺好 你跟他说什么了 别看如今黄达玲的妻子 和他一起打理养殖场 员工也会不时的给他提些建议 当初他选择做养殖的时候 大家对他却并不理解 因为他养殖的这种金昌鱼 在当地根本没有人愿意养 他就养的金昌鱼要靠基数多 你忙不行养殖肯定养不行的 当时养的金昌鱼 这个便宜 而且它长得也不大 500个600个 很吸引贴定用 金昌鱼养殖周期场 在池塘要养一年才能上市 所以成本高 但是卖价又便宜 一斤市场价格才二十几块钱 所以渔民都不愿意养这种鱼 但是黄达玲 还是投入了他的全部身价 上百万元建起了养殖场 因为他养鱼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养一年的鱼 他最短四个月就能上市 因为他选择了在深海建养殖场 黄总 这个网子现在有多深 一般我们之中的七米深 七米呢 我感觉我已经很浅 你又下边很深 在这种深海的地方养鱼有什么好处呢 有的 有的空间 给它增长 速度 就很快 它很深的 它活动空间很大 它很自由 它基本等于野生的 对对对 但它又能吃到好东西 它价很快 对 在深海的养殖场 我们见到了活缝乱跳的金鲍鱼 而且船上的渔民 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奇妙的现象 现在我的渔民是白白的 白的 到了 它死了 变冷了 就青色了 各位 这个镜头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这个鱼呢 出来以后捕上了 就马上就把它冰冻起来 为了保证它的新鲜 一般都看不到这个活的 我们现在在岸上 能够看到这活的了 因为拍摄需要 黄达林刻意准备了几条活的金鲜鱼 运回到了岸上 但是因为经历一个小时的航程 金鲜鱼的活力已经明显不足 它这种特别呢 在活的时候呢 你看得很轻 很轻 拿一下上来 给我们看中看一点 就像它那火了是吧 它看得不是很轻 对对对 不是很黄 但是那个死 它死过后那条呢 它就是 如果还没冰冻过 它冰冻过得更黄 更青 就是说它本来其实是发的青色的 只要一死一冰冻之后 马上变成金色的 非常漂亮 金鲜鱼死亡以后 会从头部开始 由原本的青色 逐渐变成金色 而这也正是它名字的由来 从养殖金鲜鱼开始 像这样往返于养殖场和码头 成了黄达林每天的生活 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 习惯了苦日子的妻子 却依然闲不着 白天帮黄达林打理渔场 回到家也忙得不停 您这是在知什么呢 就是搞那个猫子 没有什么干 就跟人家帮忙一下嘛 这天傍晚 当我们到黄达林的家 妻子坐在桌边 平静地打着毛线 但是2003年7月的一天 这张桌子旁 却坐着黄达林的三个孩子 和所有的亲戚 他们都在焦急地等着黄达林回来 姑姑娘弟弟姑姑 跟几个孩子就一起坐 吃饭又讲话就讲 不搞了 你搞起来 等一些冒险 不要讲解 讲解风险很大 其实 此时距离黄达林 开始养殖金铲鱼 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全家人 却选在这个时间 召开家庭会议 原来 7月份是金铲鱼 长得最快的时候 高峰期 一天就要 三十多万元的饲料 当时 为了养鱼 黄达林 已经是借债度聚 家人看到她的辛苦 劝她放弃 但是经过四个小时的苦口破心 换来的却是黄达林 拍起了桌子 既然劝了不听 黄达林是一家之主 妻子和弟弟也只有支持 但黄达林也知道 饲料开支太大 为了节省开支 她开始自己去买原料 给鱼做饲料 而且如今 在她的深海养殖场 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他们是在喂鱼是吗 对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是为什么还要 很紧张地拿那个 钞子在周围不断地捞这个食呢 因为鱼上来吃 它就把这肉 一直把它打 打到外面 就想要 就是鱼上来 想食的时候 把那个饲料打出来了 它浪费要再捞回去 对对对 别看 只是多了一遭这么简单的操作 黄达林说 这可给她节省了不少成本 一路磕磕绊绊 黄达林的金鲜鱼 终于到了上市的季节 那一年 她一共十二口网香 收获了二十五万金金鲜鱼 这些鱼直接卖到香港 一下子让她赚到了一百七十万 令所有人刮目相看 此后的日子里 她的深海养殖规模越来越大 当地也有不少村民 跟她一起养起了金鲜鱼 那你说你是黄达林最老的员工吗 我们每个年还是去新格的时候 我看你拿着这个表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系那个上朝到金到金 这个是一码一码就算码 回去解算一下 某种来真正的少 先选到朝年 然后再说 就每天都要系这个码 每天都要系这个 我这车的第三车 今天总共回来了 六万多斤 六万多斤 六万多斤要卖装饰能卖完 六万多斤就是一天就卖完 码头上每日如此繁忙的景象 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9月28日 是我打电话 他说这个台风怎么样 他说我碰我了 当时正在宁夏开会的黄达林 接到了员工的电话 那一天一场多年不见的14级台风 正面袭击林高 黄达林的养殖基地 正经历着一场风雨的洗礼 在这个码头 包括丹州啊 隔壁那丹州啊 都是我们的鱼 在海上 在佐治的岸上啊 所有村民都每天每户都有遗失 这个没办法想进去的事了 也都在往心里面死掉了 他就登过去 10月5号 准备 准备卖鱼了 已经定价好了 想不到的这个那个台风就太大了 我们整个的鱼排 都打得安上来了 台风过后 黄达林急急忙忙从外地赶了回来 他到了这个海面上 一看是一片平静的 为什么 他的网箱 他的鱼都被挂到岸上来了 可以说 黄达林的所有的投入 都被一场台风给带走了 这时候 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把公司里的所有员工 都召集到这一间办公室里来 跟大家喝起了酒 这次台风 黄达林起码损失了八千多万元 几乎倾家荡产 但是看完基地 他拿出两千元钱 要厨师买酒买菜 和员工大吃大喝了起来 这让员工很势不解 可是黄达林不仅请大家吃饭 还在饭桌上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虽然没有人相信黄达林的许诺 但是黄达林说 这个时候鼓舞员工的气势 齐心协力才能恢复生产 于是他又开始了四处借钱的日子 最终他东拼西凑借来了八百多万 拿到钱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员工发奖金 以鼓舞大家的士气 员工有了干劲 黄达林开始带着他们积极恢复生产 一个月的时间抢修了近三百口网香 他的养殖场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台风过后 黄达林深海养殖的网香也经过改造 是可以抗击台风的 现在我已经是十五米了 正在我们摆到二十到二十五米了 他的探能力 就是以前的那个 他的在水面上的摆动是十五米 现在摆动的范围 等到二十米左右 二十到二十五米 这样二十到二十米 这样是增加了他这个缓出力 改进了网香 黄达林的养殖事业可以说是更加顺风顺水 不过深海养殖的辛苦 这次我们设置组也有了戒身的体会 就是这次这个采访 我觉得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 因为它这个鱼排和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工作人员只能在这个鱼排的周围这一圈来活动 他们不像我想象的 比如说在旁边搭建了房子可以住在上面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船上 所以我们的采访也只能在船上进行 首先没有机会没法拍摄 另外一个在深海地区 的确就应了那句话 叫无风三尺浪 船行起来好一点 只要停在那个地方 一会儿就把人给晃晕了 我觉得我们来采访这一小会儿 就觉得很不容易 他们在这地方养鱼 每天都这样待着更不容易 体验了渔民出海的辛苦 回到陆地上之后 韩东又要开始他最开心的体验了 我待会中午吃什么东西 大家都在那边开吃饭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 待会儿要吃 我主要是想来参与一下 哪个是能我能做的 那你是中的 我觉得做这个难度好 咱们这个一般是怎么做 来弄一下 这个要炸到什么时候算好 就这样煎就行了 做一个料汁浇进来 咱们本地都是这样来做鱼 现在我口水快出来了 就是那种 从上闻着的闻出来 是那种酸辣的口感 如今黄达灵的深海网香 已经发展到了数百口 不仅养制金昌鱼 还做起了加工 2012年金昌鱼 给他带来了将近一个亿的收入 跟黄达灵接触了这几天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很会做生意 我想这个跟他的性格 有很大的关系 他虽然说话的声音非常沙哑 但是他讲话都是质地有声 我想这跟他当兵的经历 不无关系 我们也祝愿黄达灵的养鱼事 也能够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